其實在這一年當中應該碰到很多臨時的狀況 身為記者這樣的一個角色 應該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這一年來印象最深刻 我覺得應該就是上次那個Saint Bruno大火的事情 當天晚上我本來就是要去採訪另外一個事件 然後臨時接到通知說Saint Bruno這邊發生爆炸 所以我們就急忙趕過去 那當然在聯絡過程當中 有很多這個 因為消息不斷的在傳進來 所以有很多這個 我們到底要去哪裡採訪這個部分 就一直來來回回 這個所有的人 所有的記者 所有的這個採訪主任 所有的這個製作人 其實都在不停的聯絡 那所以我們從 我們開始從南灣出發 一直到Saint Bruno 到底到哪一個地點去 其實已經我們就大概接了不下十次電話 就是不停的更換地點 那所以我們當時已經在那個區域就不停的 這個攝影記者也很辛苦 就當時開車 然後不停的U-turn 然後接到電話說 欸不對不對不對 又要到另外一個地點 然後我們就趕快又再U-turn 就這樣來來回回 到時候這樣子來來回大概差不多的十次 然後才決定說我們要到哪個地點 然後我們就馬上去做一個這個現場的這個直播 所以當天其實也是蠻辛苦的 是其實那天事情是大概發生在六點多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我大概十點多在電視台進公司的時候 就發現說 哇那很多記者都灰頭土臉的 真的都是煙灰 像古大記者 對不對 你自己有沒有這樣子啊 我那天倒還好 因為他那天是因為去採訪 因為古靈嘉那天也是 我們說的幾乎 大概除了我之外吧 其他人其實都是已經 已經回家休息了 然後又被零食扣回來 然後所以我們像古靈嘉 就是真的去採訪現場的情況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 他就是滿臉就是煙灰 很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那我是還好 因為我是那時候就是去這個 採訪就是當天的shelter的情況 那我們還有攝影記者 他是 就是偷偷跑下去 跑下去爆炸現場 他是跟著那些 就是那些救火的人員 去拍那些救火的畫面 那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我說那你會不會 聞到瓦斯的氣味什麼 他說他當時 完全沒有考慮這麼多 他那時候就是心想說 當消防員開始跑的時候 他就開始跑了 他那時候就是完全 就是說整個腎上腺素 都非常非常非常到達極點 所以就是整個人 都是非常緊繃的 馬上拍完 然後馬上看 就是說情況OK了 然後就趕快跑回來 其實所以 我覺得做記者 其實很辛苦一點 就是說 就是說你要到現場之後 你要就是眼看四面耳聽八方 任何情況 你要馬上立刻做判斷 然後做出最好的決定 那時候你的壓力會不會很大 我覺得當記者 每天壓力都很大吧 因為你到 不管是說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 對很簡單的 這個記者會採訪 你可能都要找馬上看 你看哪一個這個人看起來像是會接受你採訪的樣子 如果 然後你就趕快去 approach 那如果人家拒絕 你就趕快在眼睛再看 哪一個比較適合 然後有可能會講出 就是每個人就是說 到了這個採訪地點的時候 你都要馬上就是要保持高度警戒 狀況 應該是這樣子吧 所以壓力一定是會有的 所以你看看一則三十秒 或者是一分鐘的這個新聞 帶給觀眾 在觀眾面前呈現的時候 其實背後有多少的這個無名的 辛苦的工作人員 在這邊為大家做這樣的一個真實的報導 對不對 真的很辛苦 就像你剛才講的 這個是冒著生命危險 去就是要往火的現場這樣衝下去拍照 而且當時是氣爆 是瓦斯管爆炸 不是一般的起火而已 所以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恐怖 所以我們都對 就是說 當時就是說去採訪的那些同事 我們都非常的感到佩服 12萬分的經驗 我這邊也是我有一個 大概跟大家分享 還記不記得 菲律賓人質事件的事情 對 在第一天發生的時候 其實當天晚上 我們就臨時決定說 要把這個節目抽掉 做這一個節目 那可是當時 緊急狀況也是動員起來了 對啊 然後當時也很緊張 因為找不到來賓 因為來賓也還不太清楚 整個事情的狀況 那我們還想辦法 就找到菲律賓那邊 有當地的一些記者 這樣子 好厲害 那很不好意思 是跟那個當天原本來賓 就講說很抱歉 說臨時把這個節目抽掉 換成菲律賓人質事件 其實那時候大概是 下午一點 決定要臨時抽掉 你知道有時間 現場十一點的那種現場的壓力 整個身上腺素也這樣 抱起來 那個壓力真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對 我相信 真的 這個是 很瘦 很 就是觀眾可能很難想像說 其實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大家都很鎮定 其實我們都像鴨子滑水 就是表面鎮定 腳不停的在滑 對對對 另外我自己在爆料其他事情好了 這個也是講到 比較好笑的事情 該講到比較稍微嚴肃一下 我通常都會有一個大字報當小超 有一次在做10點45分的預告的時候 那忽然那個導播就喊 5 4 3 2 1 一喊1的時候大字報掉下來 那怎麼辦 這時候怎麼辦 真的啊 那30秒的廣告 我就硬是把它講完了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那一次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些 很特別對我來說很特別的經驗 你有沒有哪些特別經驗跟大家分享的呢 呃我自己的特別經驗啊 我覺得倒還要 沒有齁沒有齁沒有要開始爆料咯 好好好 然後我們有這個中晚呢 過去的一些清純的照片 今天在節目當中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你準備好了 我很辛苦找很久的哦 找很久的哦 來看看 它的變化到底有多大 來看看我們來看一下 這幾張照片 哇2007年2008年2010年 Oh my god 其實你自己看來有什麼想法呢 哈哈哈哈 我覺得就是臉的那個肥胖程度吧 哈哈 08年的時候可能是比較稍微 還是髮型的關係呢 我覺得都都蠻肥胖 我覺得我覺得在26台 因為壓力大的關係 我覺得很重要的經驗就是 來上班的人很少沒有胖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壓力太大 因為大家進來的時候壓力 然後一邊要寫稿 然後一邊就開始不自覺就不停的吃 然後新聞公 就是我們的新聞室裡面 newsroom裡面 隨時隨地都會有吃的 對對 大家都會放在 有人來來來看我們啊 也會帶東西來吃 然後我們大家也會 同事之間也會彼此互相陷害 都會帶東西吃 所以 你說彼此互相陷害是 多吃一點鏡頭上面看起來 更豐潤一點 原來你們的好朋友 好同事的關係 都這樣彈一下 對我們都非常的非常的要好 是是是是 還有照片欸 還有 喔對齁 嘖 講到這個海翔那個爆料呢 那我這個不免這個免俗也要來一段 他以前的這個 對對對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那我們就來看看他以前這個 喔中分頭的照片 這要做解釋一下 為什麼 這很難解釋吧 這怎麼解釋 其實我還瘦了蠻多的耶 喔的確不錯 但中分頭看起來會不會讓人家比較胖嗎 好不是這個要解釋一下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那一天是其實我是幫前一任的主持人代翻的 嗯哼 所以我會臨時的就是接到這個通知 我說好的 可是那時候我 中分頭不是理由好嗎 那這個圖就是 好 好 還有還有 好了 你還要報我料 其實 其實真的很好玩啊 這些東西 還有一個是 對 還有一個我們還要看看 這個沒有那麼快就把你放走 還沒完 對對對 好 我們現在要來看的是說 他當初跟這個 現在的市長 但很快就會變成我們加州的副州長 紐森的照片 跟當時的海鄉 那時候我有一個綽號叫金毛牆 你知道嗎 對 你看起來蠻像古惑仔的 現在是完全轉型的 而且是營養過剩的古惑仔 現在有轉型啊 你不要笑我 你看看這個螢幕上面 待會也會秀出來 你跟紐森市長的那個照片 也是一個很清純的樣子啊 其實在這個記者的 在那一些生涯當中 其實不管是記者還是主持人 其實讓我們歷練都 增加了很多成長的不少 在人生的經歷裡面 是是可以這麼說 好啦休息一下 我們看的很過癮 接下來這一段呢 是更精彩的NG片段 是我們工作人員 堪稱今年是2010年 整年來最經典的一個NG片段 大家一定要仔細看 非常非常好笑 一塊來欣賞 選用品 Cart兩台 好奇希望 去還有收藏 不輕生 AJ 可送